捐赠仪式上在下台商代表为受助大学生和低保护家庭颁发了两万五千元助学金 台商代表表示他们到厦门深耕发展享受到大陆的各项优惠利好 台商抬起要饮水思源回馈社会 可能对企业来讲这是一个举手之劳 但是我是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个行为然后把爱播种下去 慢慢在学生们的心中播一个种子以后发芽之后 毕业或者是工作之后能够回馈给社会回报箱里 在校期间我会完成我的学业 毕业出来以后我会像台商一样把爱传递给更多人 尽我所能去回报这个社会 据了解捐助活动已举办两届 今年除了捐助资金外 台商抬起还捐赠了两万六千套学习用品 发放给有需要的学生 感谢观看